各位 細學音樂的時候比較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看到一拍的音的時候 我們真的拉一拍 兩拍的音我們拉兩拍 我們最多就是問一拍究竟多長呢? 一拍裏面有兩個半拍 兩拍多長呢? 兩拍裏面有四個半拍 但不知道為什麼學一下學一下呢? 原來是很奇怪 一拍原來不是一拍 那三拍亦不是三拍 那究竟問題出了在哪裡呢? 今集我們就會看看 其實這件事是跟那個meter有關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單拍子 這個就是我們一向學開 一拍裏面就有兩個半拍 這樣去組成 但是在有些情況 一拍並不是由兩個半拍去組成的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是當我們要拉一些複合拍子的曲子的時候 我們演奏一些複合拍子的曲子的時候 原來一拍並不是一拍 一拍其實是一個一拍半 如果一拍半就跟單拍子不一樣 不可以分成兩份的 不可以平均分成兩份 當我們遇到一些複合拍子一拍半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分三份 一拍半分三份 當然每一份就是一個半拍 所以當我們遇到一些複合拍子的曲子的時候 我們立刻要用一個複合拍子的想法去數拍子 譬如當我們看到六八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這樣數的 一二三二二三 一二三二二三 我們就不要用平時看到單拍子的那個方法去想 譬如一拍半 因為這樣是想不到的 你拉不到你演不到的 因為整個感覺很不同 到底單拍子和複合拍子的音樂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很簡單 單拍子是比較整齊 就算你說是以三四拍 這個都是屬於單拍子的meter 它們都是很整齊 一二二二三二 一二二二三二 但是當我們要去演奏複合拍子的時候 它是每一拍是分了三份 那感覺是會比較適合跳舞的 譬如是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一 和單拍子、單三拍比較 它仍然都是會有強弱弱 譬如在複合拍子 我們會用九八 我們會叫這個複三拍 複合拍子之中的三拍 它仍然都是有強弱弱 但是它的強 每一拍裡面 你會感覺到是有三樣東西在 是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三二三 一二三三二三三二三 比較起剛才說的單三拍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 變化是多了 一二二三三二一二 這個是很整齊 所以當我們學音樂的時候 當我們看譜 我們看到譜 是寫著拍子記號 是寫著六八、九八、十二八的時候 就馬上要轉頻道 要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複合拍子 我們馬上想到一拍半 裡面是有三個半拍 是一二三二三三二三三二三 因為唯有是這樣 你才可以拉得通訊 今集就講了複合拍子 其實除了單拍子和複合拍子之外 也沒有什麼 其實不是的 原來除了這兩樣拍子之外 還有第三樣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第三樣的拍子是什麼 多謝